这个代表着你代表政府 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 政府跟政府之间不好 不方便出面 所以呢海接会董事长 他必须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士 担任这个桥梁 所以这个孤王会谈在新加坡 开启了第一步嘛 既然如此 他是一个位高 等于说非常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事实上就不应该用这个薪水这个东西 我不能不能说是自肥 但是事实上 社会观感不佳 如果没有错的话 包括事实上 包括后来的出访 都遭致很多的批评 到最后不去 瑞德哥我们从核印氏事件 来看一下 现在台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声音 因为时代力量 我们看到他们台北市本部 开幕的成立大会 他们已经着演二零二零 立委政党票 希望开出三十万票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柯文哲不是也去吗 就柯文哲自己 他的满意度都掉下四成 我们在这里看到 他双人一年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 不过我们再往下下一页来看 因为在这个满意度的部分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是四四点一 紧追着就是时代力量四十点二 国民党已经被解下来 满意度只有二十四点六 而亲民党是二十点七 而不满意度 国民党高达四十八点六 所以现在到底台湾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时代力量看起来 好像会是他们的目标说 取代中国国民党 而成为最大在野党 在评论这件事情之前 我不吐不快一句话 因为马英九他曾经说 我不晓得谁期待蔡席会 我在这里也要对这位卸任后 依然尖酸刻薄的前总统说一句话 我不晓得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有谁期待一场 必须花六千万台湾名子名高的演讲会 为什么呢 你为了一个自己个人的一场演讲 你必须花我们台湾六千多万人 而且台湾现在没钱了 你还这样花六千多万 你还不觉得怎么样 你还继续冷言冷语在对现在的这个新政府 那刚刚讲到这个 我刚刚说在西门町在台湾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香港人 事实上香港人移居到台湾 正式定居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那这个显示的一个 等于说其实是一个心态 香港本来是东方之珠 香港本来是这个亚洲绽放的一颗明珠 那么过去香港也以言论自由 获得很多人的这个等于说肯定 那当然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 一国两制马照跑五照跳 最后二十年就变了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 中国的公安跟国安人员是不可以到香港来逮捕任何一个香港公民的 根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是这样规定的 结果铜锣湾还是把林荣基等人 包括林荣基是在深圳 其他人在香港在那一样抓走 很简单 因为他说他不是公安也不是国安人员 他是中央专案组直接凌驾于法律把你抓走 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真面目 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香港人呐 现在心里面有有我们现在镜头上就是何韻师那一场 对没有错 那何韻师这一场 有种的漂亮 我们必须要特别等于说对何韻师特别等于说予以肯定跟表达我们的敬意 为什么事实上兰扣所这个支援他支持他本来主办的协办的这场这个演讲会在咖啡厅外面 本来的跟隆许人的地方也不够一两百人 对那因为事情传出去了以后 那么中国你知道中国有一批那种所谓的不理性的网友相名等等 然后就哔哩啪啪要抵制兰扣怎么样 兰扣怕影响到他这个产品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业利益 所以突然间宣布这场咔 咔了以后 没想到竟然造成如此的宣传大波 香港人为什么会有三千多个人挤爆在本来只要容纳一两百人的这个场所 挤到后来后面人全部看不到何韻师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心 明心向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自己应该要看清楚 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用打压的方式 人心跟明心就像皮球一样 就好像你用要缩减这个所谓的观光客的方式来对待台湾一样 皮球越压下去压得越大力表面上看起来皮球被你压下去了 但是一旦不小心坦坦就冲上天了 你压得越重他冲的越高很简单 香港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事实上除了香港之外呢 包括台湾 中国特别特别打压所谓的三一八学运 你到这个中国了 所以时代力量就特别受到年轻人的知情 你如果敢去讲那个什么三一八学运 太阳花学运不得了 你知道吗 那个不得了 你等于是犯了这个千条大罪啊 可是从时代力量 本来时代力量是一个偶然 然后变成一个必然 年轻人我为什么会 这辈子我第一次啊 第一次为了陌生人 不认识的那些年轻人 买了一百颗的这个包子 送到现场去 就是三一八学运的第一天 年轻人他愿意 还有这样的热血 对面的两个中国国民党的 这个等于说干部在这个地方 一百多年前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 这些人就是有这种热血 愿意抛头颅撒热血 意应轻轻如物 五金鱼如勇别 国民党现在还有多少 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 愿意这样的心态 我为了中华民国 为了这个样子嘛 那时代力量 我们来问一下嘉庆 我们来问一下嘉庆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这样 因为现在看起来 时代力量要取代国民党 时代力量取代国民党 这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是在政治光谱上面 每个人最基本的ABC 都可以判断得出来 时代力量 他跟民进党 基本上是政治光谱的同一边 那这就像当年国民党 还要去跟亲民党跟新党 大家去瓜分票源 然后做良性竞争 即便是同一个政治光谱 里面的政党 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想如果说时代力量说 他能够取代国民党 跑到政治光谱的另外一端 那他自己的党员 或者说他的追随者 不晓得心里头是做何感想 那他是要取代哪一块 是要是着眼于他要某种政治利益 或是他要改变他的立场吗 这都是说不过去的嘛 那时代力量为什么会用这种语言来说这个话 道理很简单 在今年一一六立委选前 其实没有人可以 包括民进党 他们估自己过半 但是没有过半到这么高的程度 那时候各种剧本 其实大家都去想怎么过半 包括最差的话 是不是要联合时代力量来过半 怎么样在立法院形成一个多数 这些大家也不用卖修品 回去随便翻翻新闻都知道 国民党的确落居第三 而且还差很多 国民党需要自己检讨的地方 到现在还是很多了 当然这个智库做出来 这个结果跟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做的民调 可能有一些出入 但是我们不会去 国民党排第几 我我无意在这边 把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内部参考的东西拿出来讲 但是如果说台湾世代智库 他的民调 就包括说主持人洪耀福 跟民进党的秘书长洪耀南 他们是秦兄弟的关系 那包括洪耀福之前 你不管说民进党公布了 不管是决策民调 或是什么喜欢引用的政大的那个 未来事件交易所 或是说他之前还有什么两岸政策协会 等等公布的民调 出来都还是他同一个人啊 那是要营造一个怎么样的现象 或是大家心里头去怎么认知 怎么判别 这个是他完民调可能完成金额 那民进党现在全面执政 这个官大学问大 我们没有意见 但是我们国民党自己该检讨的 我们一定会好好检讨 我们现在少说话多做事 外面怎么检讨我们 我们要加倍地检讨自己 就这么检讨 文琪啊 真的是国民党该多做事吗 因为我们看到时代列长的这票真值得 被大家列出来 就是网友一片赞赏 你看到没有 包括了这个盟葬委员会 僑委员会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三会并检 还有空污防治 族群平等 媒体垄断防治及多元 维护法 牢基法 一时纳入牢基法 最低工资法 这个修改选霸法 国家语言平等发展 这个纳税者权力保障法草案 凡海外避税法 这都是时代列长提出来的 没有 我应该这样讲 民党会很紧张 我们先谴责一下 当然中共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政治归政治 对体育文化 所以我们对中共这种不太聪明的作业 当然中国国民党 当然是强烈谴责 对时代力量 他这么的人小志气高 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他的志气 我非常的佩服 但中国国民党自己的问题 我们真的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克服 不過我要稍微回应一下 刚才因为议员有提到 就是比气场 当然不能唯利是途 唯命是从 这个我们都同意 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说 整个国际县市如果我们不昧着良心讲话 他是崛起中的大国 当然我们必须寻求一套 跟他合理相处的模式 所以我才会说 他蔡英文政府必须拿出硬底子 增功夫 否则他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 面对希望合唱团 每次都是拿钱五十万 而且我要提醒所谓的无几值 我要回应一下黄委员 其实我觉得OK 但是中研院院长林远泽 其实也是自肥 那个部分我也希望他好好地想一想 有没有要一起处理 最重要一点为什么要提到说所谓的维持现状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维持现状是由马英九总统 首先开启的 如果民进党 当然我们可以说 哇他真的太聪明了 太灵活 随时从前途决印文 我的意思是说 马英九值这个八年 你如果觉得翁琪惠 那个时候 他在这个不是翁琪惠 是李远哲 李远哲卸任院长之后 他觉得你觉得 他领那五十万的特聘研究员 我觉得当他说出政见不一定需要兑现 这就是他对台湾人民的背叛 来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我请国民党你们说说 小英是有哪一点 他是有做错 或者是说宇悦 宇悦他先前 他在政治上的一些承诺 那到现在 他没有啦 可是现在除非 可是就因为控清菜 现在除非小英 我们政府 臺灣两千三百万人 现在立刻向中共投降 要不然中共是不会满足的 中共国民党也绝对反对这样 除非我们投降 中共的底线 就他除非你你达到他这样 要不然他随时 他说翻脸就可以翻脸 他先前所谓的让利 让一点利给我们 他是等于社局 让我们臺灣部分的企业界 让臺灣政界的部分人士 那掉入那个迷惘 甚至他用这个框住你 比方说他社局 让我们的农业的发展 水果的产销 他到时候 他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宰杀你 那就代表 我们看到中共他不但 他不但有战略 他基本上他每一个战术 他现在就在使用他的战术 战略交错运动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么一个狡诈的敌人的时候 那尤其是又一心一意就是要併吞我们的时候 而他併吞我们是有多重意义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放臺灣跑掉的话 你看现在香港每天在那边吵的时候 还有西藏 还有新疆 还有那么多地方闹着要自治 甚至独立 那怎么办 所以他非得来打台湾不可 那我们知道了中共的意图 那我们也很了解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多数的民意 我们就是倾向 我们要过自由民主的生活 我们就是要捍卫 我们的主权独立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当然偶尔会被一些 我们当然要中一些打 被一些炮弹打中 总是会有一些损失 那这样这样子的损伤的过程 我们就是要耐得住 也就是说早晚 我们都会遇到这样子的 你如果今天我们让步了 我们让了很多事之后 他一样同时也可以缩减人的路客 还有我对时代力量 我高度的肯定 只是我那个毛家庆先生 你刚提到的 我蛮意外的 你一直用光谱 国民党就是一直用光谱 在看说时代力量的茁壮 但你们一直不相信说 国民党只剩20% 人家时代力量来到40%了 你们一直觉得说 这是不太可能 这个民调有问题 我刚用词明明不是这样 时代力量 我说我们自己该检讨的 我们会加倍检讨 跟社会的期待 没关系 你继续捧他们 看到时候下一次选举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 到底是合作还是对立 大家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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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阅